双十一临近 正当大家为购物狂欢 做准备之际 大S与汪小飞的感情戏码再度上演 把一众网友引向热议 汪小飞曾带着爸爸在台湾看望儿女 却在某天与一位情感博主连线 毫不掩饰的自曝 他依然深爱着大S 这突如其来的言论 仿佛又将他的恋爱脑 暴露得淋漓尽致 让人不禁产生疑问 是什么让汪小飞情感如此坚定 深夜 汪小飞与一位情感博主连迈 探讨了他对大S的感情 此时的汪小飞 陷入了一种情感的迷茫 他无法忽视大S的存在 早已经跑了 聚俊也不在他身边 他的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 而孩子跟我在一起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下前妻 不管发生什么 汪小飞的声音透露出一种无奈 似乎在试图解释他的感情矛盾 情感博主向他发问 是否曾询问过大S的态度 是否需要他的爱 汪小飞的回答 让人不禁猜测 我们没有联系 但我觉得大S需要爱 作为一个明星 他需要别人的爱 然而 这个时刻让人联想到了 舔狗的形象 情感博主直截了当地问 大S现在不是已经 有了新的生活吗 汪小飞却毫不犹豫地回应 那和我在一起时候 能一样吗 我不会让他受苦 我感到内心的不安 情感博主开始怀疑 是否大S的需要 只是在演戏 汪小飞坚决反驳 十多年了 他一直都在演吗 这位情感博主 认为汪小飞的感情 可能是一种怜悯 但汪小飞坚信 这是爱 他依然深爱着大S 这段对话 令情感博主疑惑不已 同时也让观众们 为这段曲折的感情剧情 而感到好奇 在双方的情感争论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大S是否会回应 这份坚定的爱情 这个感情故事的结局 将会如何演绎 成为了引人深思的悬疑 在深夜连迈中 汪小飞在谈到大S 已经与光头结婚时 却表示这是他们的事情 与他本人及孩子无关 自己不会与大S复婚 情感博主也明确表态 对于汪小飞和大S 复婚都不是好的选择 连迈进行到一半 汪小飞也坦言 不愿与大S互相思 但律师似乎 一直在挑拨两人的关系 整个连迈进程 似乎有些混乱 似乎汪小飞 又一次陷入了醉酒状态 而他的酒后行为 常常令人摸不透 总是事后进行道歉与澄清 这一情况引来了 众多网友的吐槽和疑惑 人们开始质疑汪小飞的行为 是否又一次表现出 他的恋爱脑 或者一切都是 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 网友纷纷留下言论 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而从大S与汪小飞的冲突 开始以来 张蓝的直播间似乎成了 人们的关注焦点 麻六计的销量也因此暴涨 这似乎成为了 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过 汪小飞的自我表白 无论是真情流露 还是炒作新模式 都让人产生疑惑 从他的角度出发 复婚或许是为了两个孩子 但这也意味着 将自己置于舆论风暴中 无论他是否愿意 张蓝也可能 会坚决反对这一决定 不得不说 张蓝不容易 他有这么一个恋爱脑的儿子 每次一喝酒 就会搞出一些麻烦 最后还需要张蓝 来收拾烂摊子 汪小飞与大S的闹剧 或许应该尽早收场 过多的曝光 只会引发人的疲劳和厌倦 这些事情最好保留 在家庭内部 以免伤害到孩子们 愿他们能各自安好 作为作者 我将试图以中立的立场 来探讨大S与汪小飞 之间的感情风波 尽可能客观地剖析 首先 大S与汪小飞的感情纠葛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猜测 从外界的角度看 这似乎是一场情感的过山车 不少人感到困惑 汪小飞的行为是 一种真情流露 还是炒作的表演 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无论如何 这个问题令人疑虑 对于汪小飞而言 他在连麦中坚称 自己仍然深爱着大S 即便大S已经与光头结婚 他提到了孩子 和大S的身体状况 以及不会复婚的立场 汪小飞的情感 似乎是固执的 但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疑问 他是否真的深爱大S 还是只是怜悯 是出于责任感 还是出于真正的情感 这些问题令人矛盾 情感博主也发表了 对于复婚的看法 认为这对双方 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这一观点引发了 关于复婚是否是 一种解决方式的讨论 尤其是在明星情感中 毕竟 情感复杂 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判断 在这一事件中 不可避免地牵涉到 大S的新婚生活 王小飞的回应是 这是否影响了 他们曾经的感情 他强调了曾经的承诺和情感 但也让人质疑 是否大S的新婚生活 会变得美满 这引发了人们对于 大S是否在演出 自己的生活的疑虑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在连外中 王小飞表达了不想 与大S互相思的意愿 但律师的干预 似乎加深了两人的裂痕 这也让我们思考 外部的干预 是否加剧了明星情感纠葛 或者这是真实感情的映射 而王小飞的酒后行为 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每当他醉酒后 总会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 然后事后进行道歉与澄清 这种行为让人不禁想问 他到底在酒后想要表达什么 或者这只是一种表演 无论如何 这一事件的连锁效 因是张兰的直播间成为了热点 麻六计的销量 也因此大幅增加 这看似成了一种必然 这也引发了 关于明星情感事件 如何会成为商业机会的探讨 情感与商业之间的关系 是如何交织的 最后 我们不得不思考 王小飞与大S之间的感情风波 究竟如何收场 这段闹剧是否应该早日结束 避免过多的曝光 对他们的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毕竟 明星的情感故事经常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但也需要考虑到 家庭和孩子的利益 而且巨峻也并没有 像王小飞说的那样 好了 他一直都和大S在一起 大S目前的婚后 生活很幸福 还让王小飞 不要一边施爱 一边诋毁 此话一出 可谓是狠狠地打了 王小飞一记耳光 虽然事后王小飞又解释到 自己并没有想和大S复婚 只是因为大S生病了 还很严重 他心疼担心大S 王小飞还很委屈地说 自己明明是好心关心前妻 没想到会被网友 误解成想要复婚 现在还要被他经纪人骂 他经纪人和律师真的不行 面对王小飞的这番说辞 网友并不买账 甚至连母亲张兰 都听不下去王小飞的解释 直接挂断视频 但王小飞毕竟 是张兰唯一的亲生儿子 即便他惹再大的麻烦 张兰也只能强忍怒气 帮他善后 高情商的张兰 即使很生气 也并没有在直播间 说儿子王小飞的坏话 而是一个劲地称赞王小飞善良 即使离婚了 还担心前妻的身体 这是重情重义 能想出这套说辞 也真是难为张兰了 之后张兰再看到 大S律师发的回应后 终于坐不住了 发视频质问 我儿子什么时候说要复婚了 你把他原话调出来我听听 如果他说了要复婚 我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把脸给他扇肿 张兰甚至有些情绪激动地说 怎么可能会复婚 泡菜国的老菜帮子吃剩的渣子 我们怎么会捡 不得不承认张兰 也太会阴阳怪气了 他还称是王小飞太善良 才会被别人设的套算计了 到底有没有算计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娱乐圈的事情 我们普通人看看热闹就行 大家都懂 不过从张兰坚决的态度中 可以看出 复婚是绝没有可能的 不管汪小飞心里 到底还爱不爱大S 他是不是真的想复婚 现在都不太可能了 一是俱俊叶与大S的婚姻 还没结束 二是以大S的性格 是绝对不可能再回头的 三是张兰 张兰之前爆料过大S很多黑料 还时不时地诋毁大S 他对大S早已经深恶痛绝 不可能允许汪小飞 与大S复婚 没想到汪小飞一场醉酒 加二连三地引起了一系列风波 汪小飞随后也发声明 要大S经纪人三日内向他道歉 不然就要起诉他 看来汪小飞这次 真的是被大S经纪人气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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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